下午茶时间 太后请喝茶 好烫 那我冷泡茶 我喝冷的 你想喝哪个味道 绿色抹茶那个是吧 这个抹茶玉露 静后食物 十来分钟吧 十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杯子很漂亮 好吃小点心了 先吃哪个呢 先吃 这个是郑凯送给我们的蛋卷 郑凯说这个很好吃 这个是咱们台湾生产的 包装很漂亮 是独立包装的 给你一个 尝一尝 伯爵真巧蛋卷 它这个蛋卷好重 里面巧克力应该塞了很多 这巧克力比蛋卷很多 很好吃 它那个茶的味道 就像伯爵红茶嘛 你不能吃巧克力呢 好吃 到时候 到时候 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一尝 咱们台湾小伙伴带来的零食 这个是 这个是平凡和幻学给我们带来的 我第一眼看到了这个印尼小鸡面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 太后可喜欢吃这个小鸡面了 还有紫菜苏打饼干 小鸡面 这是桃园的 给你吃小鸡面 太后最喜欢吃小鸡面了 那我尝尝这个 好像还有别的呢 它有好多不同的小零食 这是小熊饼干 这个是什么 小饼干 还有这个 哇 这个好重一条 这个是北海 这个是巧克力 牛奶 酥饼条 这个我想吃一下 吃个苏打饼干和酥饼条 太后把小鸡面吃掉了 这个也很重 很扎实感觉很好吃 是哦 一看就是满满的巧克力 应该是那种奶酥条 嗯 它有点像扎实的奥利奥 嗯 还有苏打饼干 你比如说 我可喜欢吃苏打饼干 我以前在减肥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苏打饼干比较干净 然后就吃苏打饼干 我那教练就跟我说 就是苏打饼干 这个东西热量巨高 但是呢 我巨爱吃 因为它 它油 对 它吃进去以后 在嘴巴里面那个油的感觉 嗯 它虽然说是紫菜苏打饼干 但是它给了很多的葱 好香 嗯 嗯 它后来把小鸡面吃完了 它有点沫沫给你 它整个在那逛逛逛逛逛 不安心 好现在吃蝴蝶酥了 接下来是我们香港小朋友焚烧 送给我们的美心蝴蝶酥 我以为他送我的是蛋卷的 我说是不是蛋卷呀 他说不是 是蝴蝶酥 哦 你还别说我从来没吃过美心的蝴蝶酥 我们都是买来送的 对 我们每年会买很多美心 然后 都是直接寄给 亲戚朋友的 自己倒是没有吃过 嗯 主要紫色的 原味 紫色是原味 椰香 榛子 蜂糖 那我吃蜂糖味的 像那个我最喜欢吃的甜味 不是呢 我什么东西都吃 不能多吃 盖回去 那这我们下午茶会下午茶 不能多吃 热量太高 我被咬了一口 是吧 嗯 你小心一点 点到机子 你要不赶紧跑进去 哦 好漂亮哦 哎 美心的东西不会踩雷的 嗯 美心的东西属于是 就可以盲买送人 它不会不好吃 包装又好 嗯 东西又好吃 嗯 再次感谢我们阿弟的小伙伴 谢谢你们的下午茶 哎 孟老师 OK 对了 孟老师说了 孟老师说 之后我去大连找他 请我吃海鲜自助 兄弟们记下来帮我做个证 到时候我去了 他得请我吃